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詞曲 李宗盛 我是昨天中午到北京的 然後我從上海南站打車到這個酒店來住 然後當時我在車上問那個司機 我說司機師傅 我說北京那個天安門升起我還沒去過 你覺得值得去嗎 然後那個司機說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他說問你那個英特爾有幾個字節 浪行有幾個字節 我說英特爾有四個浪有八個 他說對 他說那你可以去 因為你是程序員 你程序員熬夜比較厲害 因為堪稱席要熬夜 是吧 天不亮就要去了 開個玩笑 好 下面我今天給大家帶來這個 加碼性能剖析的一些分享 今天主要分為這幾個部分 好 下面我們進入第一個部分 就是性能剖析的簡介 性能剖析的話 一般可以像剛才蔡老師所講的 可以剖析一些CPU相關的一些問題 CPU占用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剖析內存分配的問題 內存泄露強中熱點 這個強中熱點就是時間 有時候可能它是不佔CPU 它可能也會帶來應用的性能問題 還有網絡 還有文件IO 所異常 等等 總的來說 性能剖析是一種為了改善程序性的 從運行狀態的程序中 收集數據並進行分析的方法 這裡有個分類 主要在交換領域的話 主要分這幾個 一個是counter 一個是event 一個是instrumentation 就是對你的代碼進行在線的改寫 然後去擦裝 第四類是sampling 就是一些採樣 這裡有一些工具的列舉 這裡就不再去一個一個去講 總的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其實我們經常說profile 其實更多的時候指的是第四個 就是那個 右下角那個 sampling 它這裡面分為 又就是根據這個 加瓦語言的特點的話 又分為兩類 一類是叫 safe point biased 第二個就是 not safe point biased 就是 這個會影響那個採樣的準確性 反正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那有些人知道 就是safe point的問題 就是很多profile工具 都會受 受加瓦裡面的一個 這個叫safe point機制的影響 然後性能剖析的展現形式的話 一般分為這種 表格啊 表格啊 還有這種 tree啊 還有這種 涌道圖 還有或者這種 flame graph之類的東西 好 大家可能想看一些實際的例子 我這裡就列舉幾個 第一個就是 CPU占用 比如說這個應用 它這個接口會 耗時比較長 三點幾秒 然後CPU占用也比較高 然後我們可以通過filefiling工具 去對加萬應用進行剖析 然後可以看到 89%的時間都花在這些現成池上 然後進一步看的話 你會發現 主要的時間都花在這些加萬的方法上 前面蔡老師講到就是可能 基於信號去採集的話 有可能會導致那個指令不準確 我們這裡其實很多時候也是基於信號去採集 但是可能我覺得 應用程的話 因為你足夠長時間的持續去採的話 像那些有問題的指令 還是大概率能發現的 但是確實會有錯誤 這是有可能的 比如說一些inline的函數 就一個指令兩個指令 可能就跳過了 可能採不到它 好 然後剛才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定位到那個代碼的位置了 然後我們再去分析一下 為什麼那個代碼有問題 其實這裡面是一個循環 然後在加萬里面就是 循環的話 比如說對於那個list的循環的話 有兩類 一個是already list 一個是linked list 然後這裡面如果 這個例子裡面其實用了一個linked list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 你對那個list去查找的話 其實它裡面是兩個循環 就是從前往後找 或者從後往前找 然後那 但是如果你正好用了linked list 而且list很大 你去查找的話就很慢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就可以 把它簡單地改成一些 改成一個 比如說把它改成already list 或者說用那個 Java裡面比較 對linked list 比較高效的一種查找方式去查找它 就能夠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改進之前是幾秒鐘 改進之後就變成了幾十毫秒 都是一個CPU診斷的一個例子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就是應用響應版 比如說這個接口 響應時間達到七點幾秒 但是它的CPU卻並不高 CPU並不高 這個我相信大家可能 也是極有可能經常遇到的 那你去 那可能跟第一個例子就不一樣了 然後你同樣可以 對加完應用進行採量 你會發現 我們可以選擇第二種模式就是 因為它不占CPU嘛 所以說你可以選擇時間模式 那時間的話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左右兩塊占用 第一塊是一個TCP的一個方法 一個庫 它去連接了一個 可能聯盟上的一個IP端口 這個時候可能就是 不停地網絡丟包丟包 就沒有響應 然後你就衝發 就消耗了時間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代碼裡面可能 一些第八個代碼 比如sleep 這種也會影響耗時 其實這個例子的話就說明 就是用時間的這種剖析 它也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好第三個例子就是 Java裡面 大家都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GC嘛 比如這個應用 它GC非常頻繁 就是一秒鐘可能達到幾次 十幾次這種GC 那GC都會有暫停的 應用就會暫停響應 就stop the world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通過對Java應用進行 這個CPU熱點 你會看到就是 主要的時間 基本上都花在這個 GC的這些代碼上 就是JDK裡面的GC代碼 然後 我們就會想 為什麼會GC 那GC一定是因為 應用去申請了內存 創業對象申請了內存 然後這些對象再死掉了 然後就會把 要把對象 把它移除掉 對 所以說我們要去 進一步定位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 叫Java裡面的這個 allocation的一個 profiling 就是我可以去 去定位哪些 什麼代碼 在申請內存 我可以看到這個應用 這個例子裡面 這個形成實在 申請了99%的對象 就創建對象 然後進一步你可以找到 那個創業對象的方法 是這裡 那這個可能也是 Java開發裡面 可能比較容易出現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可能 從數據庫裡面 讀出了一大批的內存 然後你卻把這些內存 序列化成Java對象 放在堆裡面 放在內存 memory裡面 那這個就會佔用很多的 內存的空間 那 當然這個例子比較 這是我們 就是比較strive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構造的一個例子 你可以對它進行 一個極多的簡化 你可以 就不用在Java內存裡面 去做一些計算 你直接在數據庫裡面 通過sync 語氣 就可以把它完成 那這個時候 我們再去看的話 它的效果 就從 就非常明顯 就提升非常顯著 然後 GC也 GC的頻率 也降到了很低的水平 然後我們再去看CPU這一點 發現GC的代碼沒有了 就說明你的應用 就現在比較健康 因為所有的CPU 都花在你的業務處理上 而不是GC 好 這是第三個例子 還有第四個例子 就是壓塞的時候 比較容易出現性能問題 我來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介面它響應很慢 它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一秒鐘只能處理5個 QPS等於5個 每秒鐘花200毫秒 然後我們 同樣可以對它進行剖析 你會剖析完之後 發現 我的應用的這個 所有的線程詞 都在做這個Monitor Enter 就是在Java這個語言裡面 Monitor Enter表示 所等待 就是我的一線程 去想去對一個鎖 加鎖 但是這個鎖被其他線程占有 所以我要等著 那這裡面這個圖片 每一行就橫著 橫向 水平方向 每一行都是一個線程 然後這些線程你看 它有時候在執行 但是大多時間都是屬於紅色 就說明它在等待 被block了 然後再通過這個 我們的這個剖析的這個數據 你可以分析出什麼地方 再去申請鎖 找到了那個代碼的位置 然後你再去看一下 你看它代碼怎麼寫的 你會發現它 它是所有的線程都要去更新一個 一個Hashimap 按錯了 對 一個Hashimap 那Hashimap其實它是 並非線程安全的 所以為了保證Hashimap的安全性 我們需要對Hashimap加一把索 其實這個時候你很簡單 你可以把它改成那個 改成一個ConcurrentHashimap 那它自帶就自帶這個併發的這個友好性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對比 就是前後 左邊是前 右邊是改之後 你發現它那個現程的這個 縮整代的 概率極大的降低 然後應用的性能 接口的響應也顯著提升了 還有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內存泄漏的問題 就是你可以看到 激色也很頻繁 但是這個激色頻繁 跟以前 跟前面那個激色頻繁又有點不一樣 前面那個的話 你把業務停掉 它是不激色的 就說明你的那個堆 其實還是能收回去的 但這個的話 可能就是你 你業務停止了 或者說你稍微帶點壓力 它就會不停地激色 就一直激色 然後你可以 通過一些方法 找到你的那個堆裡面 就是我們一般常見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可能會做HipDump 就是把加碼內存的那些Hip的數據 Dump出來 然後再去分析是什麼對象 這個也可以 但是我們這裡面 提供另外的問題 就是你可能不需要做HipDump 你就可以直接 找到你的那個 內存在用的對象 並且可以通過這個 我們的剖析 可以找到你 申請對象的那個代碼 代碼的位置 這樣的話你也能夠 很方便地找到 特別是有些大堆 可能一百個計 兩百個計這種堆 其實HipDump 是非常慢的 幾乎不現實 所以這個方法 也許是有幫助 好 通過我們這個剖析 就可以找到那個代碼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它在申請內存 好 下面我們進入第二部分就是 前面我們介紹一些例子 這些例子的實現 都是由底下的一些技術來做的 那這裡面其實 我們今天重點介紹兩塊 一個就是Java Flight Recorder 簡稱JFR 第二個是叫Athink Profiler 是另外一個剖析的工具 加碼裡面這兩個其實是一種事實標準 這兩個其實還是有點那個 反正就是怎麼說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作為alternative 它們各有優勢 Java Flight Recorder 是內建在JDK裡面的一個剖析工具 它可以持續地記錄JVM和應用的關鍵信息 就類似於飛機上的那個黑匣子 就那個概念 我介紹它的歷史吧 它最早是由畢業公司開發的 後來Oracle公司收購了畢業公司 並且把 然後再後來 Oracle公司又收購了上公司 對 然後再把那個 之前的那個早版本的那個 Flight Recorder 改名的叫Java Flight Recorder 然後最後 在2018年的時候 Oracle公司在OpenJDK上 開源了Java Flight Recorder 然後在2020年的時候 就是阿里巴巴和Red Hat一起 把Java功能從OpenJDK11上 移植到了OpenJDK8 因為現在其實 很多應用其實都還是8 8或者11 8G多嘛 所以我們當時就把那個 Java從11上移植到了8上 讓大家能夠去用它 然後 這是2020年也做了一個 Java也做了一個升級 就是它支持追命 讓大家能夠更好的去讀取 那個Java的剖析數據 那麼我們介紹一下Java的使用方式 第一種方式就是通過啟動參數 這裡我就快速跳過了 為了節省時間 第二種就是可以通過命令行 你可以 誰使用 然後第三種是 你可以寫代碼方式去使用它 就可以創建 然後可以導出 然後還有 它Java會生成一些剖析的記錄 那這些記錄的話 一般你要去讀取它 可以通過 第一種是通過JDKP進行處 第二種的話 就是通過一些命令工具 第三種的話 就是通過這個Java代碼 也可以去讀取它 可以解析它 好 那我介紹一下Java整體設計 Java它是內建在JDK裡面的 就是我們看JDK裡面有這些模塊 一部分 就比如說 Longtime Compiler DC Java自己等等 還有Java代碼 上面是Java的應用代碼 然後這些 模塊裡面都做了插入 就是 就是圓碼級別的寫入 就是我們在代碼裡面做了一些 比如說 直接把Java代碼嵌進去了 這樣的話它的性能是最高的 它是用這下加時間的 然後它會生成 每個 Java在運行的時候 很多現場都會生成資金 然後這些資金會放到 現場自己的緩送池裡面 然後如果 自己現場的緩 現場自身的緩送池滿了之後 會移到全局的這個 Global Buffer裡面 然後Global Buffer滿了之後 可以導出到文件裡面去 文件裡面是分為一個一個的項殼 每個項殼之間是獨立的 就是每個項殼都會單獨解析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一個文件 拆成多個文件 每個文件裡面一個項殼都可以的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它是一種按字節電方式 合併在一起 然後每一個項殼都把它裡面 也有些結構 比如說包括Header Header就是描述我這個項殼有多長 有多長 還有它一些可能有一些 長度 還有包括一些Magic 一些CheckSum之類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表示我這個 用來記錄MetaData 什麼的就是MetaData 就是說我這個 文件裡面有哪些 有哪些事件類型 每個類型有哪些字段 然後是什麼類型之類的 因為我們前面看到 有CPU還有LitMemory 還有Socket FileIO這些事件 它都有對應的這些事件類型 那就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書記結構來記錄這個東西 然後第三類就是長量池 就是為了減少那個文件的體積 因為我們知道 Java裡面會那個站很深的 因為那個站的話 其實都是這些符號 這些符號 如果每個站都重複的話 其實那個文件體積是很大的 所以這裡面 引入一個長量池 就可以用 大家去引用那個地方 就是這樣可以 可以減少文件體積 然後第四類就是真正的數據 然後數據可能就會引用 MetaData和ConstantPort 裡面的一些東西 然後它 它有一些Offset之類的 然後標記的一個事件 一個事件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 好 然後這裡面對GFR2的事件類型做一些介紹吧 它可以分為幾類 就是可以按模塊去分 上面是按模塊分 就是可以看到有系統級別的 結論自身的 加完應用級別的 還有自身的這個模塊的這個世界 然後第二類是按那個世界類型 比如它有只發送一次的 比如說我GFR2的配置是什麼 加把起動參數是什麼 這種可能只寫一次就可以了 第二類是Duration Event 就是它有持續時間 比如說我做一個Lock 那麼可能會等待一段時間 或者說做個Sleep 之類的 它會有一個持續時間開始結束 然後第三類是叫 Sample Event 就是類似於 大家可能去執行GStack 就看到一個站 就是我可能 但是我會多次執行 就每隔一段時間我執行一次這樣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CPU熱點是怎麼工作的 就是 GFR2裡面它是通過信號機制去做的 然後在電視器 是在JDK裡面做了一個電視器 然後它會周心地往加萬應用線程發信號 然後把線程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再有一個Stack Worker 去把那個站 把它爬出來 叫Stack Worker 然後再生成這個Sample 然後以此類推 這樣的話 一般我們可能 比如說 一般是10毫秒 或者說20毫秒 再爬一次 但有些人可能為了避免那個 跟那個內核的 Linux內核的調度 可能會產生一些偏差 可能會把它射成9毫秒 或者11毫秒 然後最後可以生成這樣的一個Flame Graph 然後內存升級這裡的話 就是這個 我也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加碗裡面一般 一般為了 就是可能在C裡面 可能就是你升級內存的時候 可能就直接掉DeepC去申請 那樣的話 其實可能性能不一定高 就是加碗裡面就做了優化 就是可能會給每個縣程 分配一個自己的一個 就是它每個縣程會申請一塊內存 作為這個縣程自己分配的一個池子 優先從自己這個池子裡面去拿 這樣的話就沒有 縣程之間就沒有鎖 沒有鎖的關係 就沒有競爭 所以 但是這個事件會很多 因為加碗裡面 創業對象是非常頻繁的 所以我們會 所以我們會對那個池子 做一個剖析 就是那個池子每一次換的時候 就記下 這樣的話記彩一樣了 同時也保證了那個一定的這個 從統計學上 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每次 每次 不好意思 就是每次 前面的這個正常申請 就是從這個池子裡去申請 就T-Level裡面去申請 然後池子一旦替換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事件記下來 然後這樣意思對 但有時候可能會 這個池子大小不夠了 可能會直接從堆裡面去申請 這個時候也會做一些記錄 這樣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把那個 代碼裡面的一些 寫了內存申請的事件 以概率性的 採樣的方式給它記下來 這樣的話 你只要採集的時間足夠長 其實還是 也是能夠 定位出很多問題 當然這個裡面也有些問題 這裡面可能 從事我們這個行業的人 會比較關心這些問題 就是它每個東西 它都有一些優點缺點 Pros,Cons 這個就是Cons 這裡面有一些是 有一些問題的 好,這裡就列舉一下 第二類是 內存泄露的剖析 就是前面講到 一種是一種 HipDump 但是可能在某一些大的 Hip上 HipDump非常慢 而且你有時候 HipDump出來以後 你很難傳輸 甚至很難解析 可能HipDump就100個G 或者500個G 那就非常麻煩 所以我們就 在JDK11 JDK10上 就提供了這麼一個功能 就它可以 不用去做這個事情 就直接可以看到 看到東西 那其實也是基於 那個前面講的那些例子 就是也是基於 加碗內部的一個 內存申請的 這麼一個機制 然後出現這個 遲置替換的時候 我就把當前那個 現場 申請的對象 給它記下來 但是這個跟前面那個 那個內存 申請的熱點又不一樣 就是這個的話 它會 你看我們可以繼續觀察 就是繼續申請 然後繼續記錄 但是加碗裡面還有GC 就是一旦這個內存 那個那個 那塊內存 那個對象死掉了 那塊內存回收了 那麼我就會把它 從這個對列裡面 給它移除 那就是說我這個對列裡面 放著始終是活的對象 就是死去的對象 我就不要了 那這個時候 經過的時間 除過長之後 並且我這個對列 是一個優先對列 它是以對象的大小為優先的 所以大的對象 存活的對象 就會被記下來 這個時候 到最後 你如果真的出現了 內存泄漏的時候 你去把這個 這個對列裡面這些對象 導出來 你基本上就能看到 你對裡面 真正佔領空間的那些對象 嗯 好 這是內存泄漏的這個 剖析 還有一個鎖熱點 鎖熱點的話 這裡就比較直接了 就是 就是加碗裡面 你去調一個 你去加索的時候 會進入到C加的時間 然後裡面會 會有一個 讀Enter這種東西 那我們 揭發的話其實會在 讀Enter前面和後面 分別 創建 開始計時 到最後會去 提交事件 提交之前會做一些判斷 比如說你關注 你關心 持續時間 比如說要達到1秒的這種 枷鎖 那麼我們低於1秒 我們就不要了 或者說這種事件 你沒有打開 我也不記錄了 就這裡面有一些配置文件 然後我們其實熟悉加碗的人都知道 加碗裡面有兩種鎖 一種是叫內建鎖 就是Synchronized鎖 還有第二種就是叫 叫那個 DTK1.5之後提供的叫GUC鎖 這兩種鎖的話 GFR裡面都做了一些 都做了這個支持 這樣的話 在加碗裡面呢 就是只要是鎖 基本上都能給你記下來 這兩個事件名字不一樣 然後還有一些socket file 這裡我就跳過了 反正就是其實 其實也就是在JDK裡面 對代碼進行前後的插裝 好 這個地方可以值得說明一下 就是你如果用JFR的話 去第一次使用JFR的時候 比如說你通過命令行去使用的時候 它會對字節碼作為改寫 而Java裡面 一旦你做了字節碼的改寫 並且是第一次改寫的話 會導致Java把那個JIT 架式印太碼的編譯的開啟清楚 相當於重新編 因為你的這些字節代碼 相當於你的代碼 你的method變了 所以它要全部清空 重新編譯 所以這個時候會引起這個 應用的性能退化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JFR的性能開銷 就是OpenJDK官方的聲稱 是它的性能開銷低於2% 但實際上我們測下來的話 可能會有些情況會比較高 這個原因的話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們找了熱點之後 發現是JDK8上有一些問題 然後當然這個問題有一個辦法 可以去規避 就是加參數 可以規避這個問題 在11上 11上沒問題 11 17 最新的21 23都沒問題 然後8上的話要注意一點 但是你加了這個workaround之後 它可以把它的開銷 控制在一個比較理想的範圍裡面 好 然後JDK JDK你們這個JFR的話 它也有一些問題 前面我 我這裡再總結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可能在8上 可能會有性能開銷 這個時候你們可能需要加這個參數 叫useMemBarrier 它是用來做那個內存 現場之間 很多現場之間的內存狀態的同步的 我們如果用真正的MemBarrier 那個指令的話就沒問題 以前8上的話 它會有一個虛擬的MemBarrier 那個實現有些問題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就是在8號11上面 可能內存分配事件數會比較多 然後你們用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8號11上面要比較注意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 JFR可能也有一些bug吧 這個可能會導致JFR文件體積比較大 然後第四個就是前面說的那個JitCache 就是編譯的CodeCache的清楚問題 可能會導致應用性能下降 好 然後前面介紹JFR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SyncProfiler SyncProfiler的話是一個 剛才你說的JFR 它其實是 內建在JDK裡面的一個東西 然後這個是一個外部的 外部的Profiler工具 它可以獨立發展 所以它發展得很快 現在也很流行 甚至很多人都只用這個東西 對 它 它不受Code的影響 比常規工具其實是更準確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些主要核心 第一個它就是CPU熱點啊 強盛熱點啊 鎖精針這些東西它都是支持的 而且現在SyncProfiler是業界很多主流的這種 APM廠商或者說是一些Profiler工具的上游 或者直接就默認就使用這個SyncProfiler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使用方式 第一種是命令行 第二種是通過 第二種是通過那個JVM參數 第三種是通過JavaCode去使用 CPU設定的話更說它是基於信號機子 就是你可能 在應用開始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SyncProfiler加載進來 加載進來之後 然後它就會去解析 你虛擬機裡面的一些符號 你編譯完了之後代碼 就找到一些函數地址 然後最後在信號裡面去爬站 去爬站 然後爬完站之後 會把這個站生成事件 然後再存入Wuffer裡面 最後可以找出到各種各種格式的文件裡 然後它支持 因為Java裡面它是有Java方法 然後Java方法的話 也會去調用一些C或者C++的Lative方法 那這個SyncProfiler的話 它可以把那個Lative方法 以及Java方法都給你找出來 就看這個例子 上面是一些C++的方法 或者說Live-C裡面的一些方法 或者說甚至是系統調用 底下式交換方法 它會把你拼起來 這樣的話 你能看到一個更詳細的一個剖析數據 第二個的話 它的性能會比較高一些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會依賴這個PURF的系統調用 同時 這個SyncProfiler它用到了Java的一個API 這個API的話 它也存在的一些問題 就是一些坑 大家可能可以去關注一下這個issue 就是這裡面列舉了一些問題 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後面可能也會簡單講一下 然後內存申請的話也是一樣的 它其實就是做 對函數進行指令級別的替換 因為 因為怎麼說呢 因為可能JDK並沒有 對這個場景做太多的 太友好的適配吧 所以 所以SyncProfiler它會去 直接找到那個函數地址 然後替換成一個 軟件的中断 soft trap 然後這個函數一旦執行的時候 就會進入到SyncProfiler這個代碼裡面 然後這個 進入到這個SignalHandler之後 就可以去記錄一些上下文信息 然後生成事件 對 然後包括這個SignalHandler裡面的代碼 都是在站上去申請內存 因為在 因為SignalHandler裡面 它是 不能去執行一些 就是 就是怎麼說呢 不能執行一些不能重入的方法 所以我們 這裡面 都用的都是站上分配的內存 它是基於直輪級別改寫去實現的 而且它支持JDK7U40G以上 就是 基本上我們市面上常見的 78 它都支持 7811 包括最新的 但是現在跟那個 最新的協程 在協程上面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但是也能工作 AthengProfiler真的改 然後它也做一些 它也支持一些開銷的控制 同時 但是它需要一些 它的某一些場景 就前面我講的這個地方 這個內存申請這點的話 它需要去 對函數的指令進行修改 所以它需要去通過函數的名字 找到函數的地址 所以它需要調子符號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注意點 但很多時候可能 一些應用為了減少包的體積 可能就把那個符號給去掉了 所以這種情況就沒法工作了 這也是一個需要注意的點 好 強中熱點的話也是 強中熱點就是前面我們說的 就是去剖析 現成的時間的這個占用 它其實也是基於信號去做的 每隔10毫秒或者11毫秒 去發送信號 然後進行記錄 OK 然後還有鎖增強熱點 這是基於那個 一種擴展 一種基本的擴展機制去做的 就是在JVM裡面進行加鎖的時候 然後去進入Asic Profiler的代碼 然後再去記錄上下文 這樣子 兩種鎖的支持 這裡都把這個 它的過程這裡描述一下 然後Asic Profiler的話 它的性能開銷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正常情況下 你做CPU和Memory的那個Posit的時候 它開銷還是比較低的 當然我們 當然可能你還取決於你的應用的那個 表現 應用的整體的壓力 你如果應用的壓力不是很大的話 可能去 你開銷這個 它可能它的開銷會更低 但是它也有一些 比如像強中它的開銷會比較高 但這個的話 我們也有辦法去進行優化 就是可以對它進行優化 因為我們知道 在JVM這個Profiling領域裡面 其實很大的一個開銷就是爬戰 因為你每十毫秒要去爬一個站 加碼的站一般的很深 可能達到十幾層 二十層五十層 或者是一百層 你要一跳一跳的往前找 其實這個是很費 很費CPU的 所以你可以去增加一些控制 減少它的那個爬站的次數 比如說增加間隔 這是第一種是增加間隔 第二種就是 可以做一些聚合吧 就是有些參數可以控制 對 然後我前面介紹了這個 JFR ETH PROFILE 然後我這裡面我做個對比 你可以看到 就是 ETH PROFILE 它的CPU 內存這些 但是 ETH PROFILE 因為它是用這家駕駛線的 畢竟它不是在JDKLAP的 所以它有時候會遇到這種 跟JDK配合不好 它會出現JVM的Crash 但是這些Crash很多都是可以 work around的 或者說在JDK上去修復的 或者說直接修復ETH PROFILE JavaFlight的CPU的話 相對於安全一些 但是它 在8上和11上也有些問題 因為可能 可能 可能 Oracle覺得JFR 可能一些 一些新功能 會在新版 最新版本的JDK上去做 那可能一些 新功能或是EBugFix 或者說一些 新功能往老的 老的 版本上去移植的話 它並不是很積極 就是說 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 下面我們 講一下第四個部分 就是我們前面介紹 介紹的那些 性能剖析的工具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在現實的 實踐中 怎麼去應用它 就是我們有 性能問題的時候 可以去 我們一般最常見的是 單次的剖析 就是類似於這樣子 或者你也可以 基於Flighter的Coder去剖析 就前面這個是 基於Perv去剖析 但你用Perv去剖析的話 可能墨證是看不到Java的站 因為Java站裡面 它做了一些 第一個它做了一些類聯 第二個它 為了提高性能 它會把frame pointer也 那個計算器也 當成一個通用計算器去用 所以就打破了那個 爬站的一些設定 然後你 然後你 這三種方法都可以去做 單次的爬站 但是單次的爬站的話 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你的那個 你沒有開的時候 你沒有用它的時候 開銷比較低 但是它也有缺點 就是你 很多時候我們做開發的話 會遇到一種突然之間 一個毛刺 或者說抖一下 那很多時候 這種是抓不到的 因為你當時可能在睡覺 或者在幹什麼 其他事情 就抓不到 第二點 就是你想看一個整體的 你的應用 比如說過去一周的 一個整體的情況 手機都看不到 因為你並沒有去抓 所以在業界的話 目前在 Java的profiling的領域的話 現在在逐漸流行一個叫 持續性能剖析 它就是 什麼是持續性能剖析 它就是在你的生產環境上 去連續的 連續的對你的應用進行剖析 就相當於7成24小時 這個剖析一直開著的 你可以對它 你可以把剖析做一些條優 這樣把剖析保持在一個 比較低的開銷的這個水平下 再去運行它 那它其實主要分為幾個 比如說第一部分是collect 就是從Java進場裡面 去採集信息 第二部分是存儲 解析 做一些預聚合 因為你剖析出來的 比如說你一分鐘一個文件 那其實 其實一天就很多文件 你一個月的話文件數據更多了 所以你要做一些提前的聚合 分析 這樣的話你去看的時候 你去查一個大範圍數據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地得到結果 還有四分鐘我會加快一點 OK 然後這裡面會講到 持續性能剖析的一個優點 就是可以定位任意時刻性能問題 就是通過剖析 我們可以定位性能問題 但是你通過持續的剖析 你可以支持定位任意時刻 然後 而且這個profiling它可以跟那個 tracing 關聯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通過tracing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地方 就是有些地方你買點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地方在耗熟 但是可能tracing 它是繼續買點的 它就有可能有些地方你買不到 有個框架或者有個代碼 你沒有去對它自介面的改寫 你就看不到它 那麼我們繼續profiling的話 其實就可以解決這個紅勾 因為profiling是一直在採 那原理就是在你的請求開始結束 對你的請求做一個標記 這樣的話我們這些樣本 就可以跟你的請求關聯起來 然後最後我們可以看到 最後 我們可以拿到你這一個請求 對應的所有的樣本 把這個樣本生成一個這樣的火焰圖 再把這個火焰圖 通過這些代碼的模塊 就可以關聯到你的那個tracing裡去 這樣的話你就能通過一個 一個請求 直接定位到這個請求 對應的這個代碼熱點 就比如說秒機會 比如一個請求一秒鐘 我就可以看到這一秒鐘你的應用 在執行什麼代碼 它的熱點是什麼 好 然後這裡介紹一下 這個聚合 因為比如我們一分鐘一個文件 那麼可能第一個文件就是 就是一分鐘的 第二個文件一分鐘 然後可能十個文件 就是我們把它 為了提高查詢效率 我可能會把這十個文件聚合在一起 生成一個更高級別的L2的文件 然後依此類推 大文件再合成大文件 最後合成大文件 最後一個文件可能是一個月的 或者說一年的這個數據 那你要查詢的時候就很快了 你查詢的時候 你要查一個大範圍的 你就可以查第一個節點就可以了 你如果需要查詢一個中間範圍 那麼比如說查半年的 你可以查一半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再附帶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要查最細節的數據 你要選到一分鐘級別也可以 你就查這兩個文件就好 就是它 這是一個引擎 數據庫引擎 就是你要需要對這個數據進行計算和存儲 並支持高效的查詢 OK 然後 然後最後你可以基於這些 前面講的這些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做出這麼一個 持續性能剖析的這麼一個系統 它可以支持什麼呢 支持定位任意時間 第二個它支持多種維度 第三個的話它可以支持現場級別 方法級別 內級別 或者說請求級別的過濾和觀念 然後可以看到一個火焰圖 OK 當然你除了火焰圖之外 你也可以做成一些其他的形式 就是比如說像這種 常見的tree啊這些都可以做出來 然後 最後的話總結一下吧 最後一頁 然後就是 加碼的性能科系可以定位各種性能問題 同時它 我們前面講到這個加碼Flight Recorder 和Sync Profile 它比常規的工具會更準確一些 同時它對應用的性能會比較小 並且我們有多種工具可選 我們可以取償不斷 然後呢 它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它 你用了它之後 可以提升你的用戶體驗 因為你的代碼性能改善了 第二個 可以節約你的IT成本 你可能需要更少的機器 更少的人力 就可以去定位很多 然後 這個領域 現在也在逐漸的發展和普及 當然我們 我前面講的這些東西 現在後面的X有兩塊吧 第一塊就是說我們會在Armin上 會在Armin的應用裡面 就是一個Arms 就是這個Arms 產品裡面 集成了我們這套的能力 就是Armin上的客戶可以去使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們可能在未來 對這塊前面講的這些工作 也會進行開源 現在正在流程之中 嗯 好了那就是這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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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如果說自己 你們自己要用的話 你自己要用的話 其實我們到時候可以 加關性到時候聊一下 就是我們是做了一個整體的方案 但是呢 這個整體方案裡面 每一個環節 其實業界上 業界裡面都是有一些開源的 我特定題我可以直接用 OK 嗯 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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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你如果要想很详细的了解方法级别的 就因为加上它会有Just-in-time的编译嘛 其实合计就是这个 你可以把那个Just-in-time编译的讯息打出来 就是你跑到你的Just-in-time 编译已经基本上非常稳定了 之后你再去压它就可以了 OK OK 对对对 8的话你就加上它 我是写记板上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接方的话是加上8的 8-1-2-6-2 对2-2-2-6-2 对对对 OKOK没问题 谢谢